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行文台文法師 就是這邊的台灣教授協會 就是中資清台 我先把題目的結論先講出來 中資清台 那這個台如果把它改成台灣教授協會 中資如果入侵台灣教授協會 怎麼應驗 也就是說今天我們簽名警戒了 我們辦這個活動很好 可是我看這裡面 除了行文台文法師裡面講的 這個仿效美國的達基隆跟市場 這個嚴進跨產業的這個因應方案之外 沒有解決方案 不是提醒我們而已 剛剛老師也講了 花蓮那邊的狀況很嚴重 這個整個旅遊市場或是什麼狀況都很嚴重 那我這邊接觸的很多西藥房 都變成是人頭 大陸人頭來設的 那所以我想改成說 如果中資入侵台灣教授協會 如果中資入侵台灣教授 那今天辦這個有意義的活動 將來會不會越來越少 那台灣教授有良知的人 有良知的教授 是不是越來越會怎樣 因為剛剛邱老師也講的嘛 他的學生都已經在啊 都已經被迫到中資的企業上班了嘛 那將來這些學生來捐款給老師的話 這些計畫案是不是老師的也會被影響 那如果將來這些老闆來投資 或者是贊助各位教授 那你們今天在這邊的客觀性 未來的這些後期資訊的教授 是不是越來越少 請問你可不可以教我們 到底如果來入侵 中資如果入侵台灣教授協會 安全顧慮的解決方案在哪裡 那你這樣子可不可以讓我們一般民眾 也有一些說 那到底我們台灣將來 比較具體的解決方案有哪些 還有可不可以請邱教授也回答說 如果學生或者是學生的老闆來投資你 贊助你的計畫 那請問其他教授你們怎麼辦 我謝謝你的問題 我先簡單回答 台灣教授協會絕對不會被中資入侵 當然 台灣教授協會也從來沒有被國民黨入侵過 這個是 真的嗎 真的嗎 那麼我們要成立一個一個安全部門 好 這個 接下來 因應的方案 就是 所 怎麼樣 首先大家有警戒心 放棄自己 個人的那個 利益的貪戀 先有警戒心 這是我們的目的 那麼因應的方案當然是需要政府的力量 政府的力量當然是必須要這個政府 或者是你的民意代表 要是你要主政 你要民意代表多數 這樣你才有改變的機會 好 那我就請 先請邱教授回應 好 首先 不需要擔心我 如果需要很多資金的話 我現在不需要坐在這裡 經濟學老師其實 包括我的同事在內 有很多機會去外面賺錢 就像獨立董事 學家什麼 很多人跟我說 你為什麼那麼多話 你那麼多話 阻礙了你的很多的機會 沒有人敢找你做任何事情 這個就是事實 所以 我還不需要到這個中國投資我的地步 所以我先不需要擔心這個事情 那 我在外交這個問題也許蠻適的 為什麼呢 最近過去這一年來 大概臺灣發生幾個跟教授有關的事情 都跟畢校有關 我說現在國立中央大學 破壞國家名譽 破壞國家安全的 就是畢校 破壞國家名譽的 為什麼呢 自己的論文自己審 那是破壞國家名譽的事情 是畢校做出來的事 破壞國家安全的事 必須要有老師到對岸去的 對不對 今天政府非常多的計畫 天文 太空搖策研究的 對不對 所以我說過於這一年來 大概如果要談這個教授破壞國家安全 那破壞國家名譽的大概都在畢校 所以我們是說 這個出來都很不好意思 好 那我簡單這樣講 簡單來講不要對教授其他 教授只是一個職業 雖然我們理想上都會認為 都認為這個教育或者是研究 是一個良心事業 但是我們尚且不要談到中國 即使台灣自己的問題 那就讓你看看 外面有利益的時候 有政黨給你利益的時候 有商業給你利益的時候 一個教授是不能堅守他的良知 可能都不見得是這麼容易的事情 更遑論如果中國資金來 中國人要做什麼事情 所以我只能這樣說 對教授這個行業 我們只能像期待 譬如說像台灣教授 這樣子能夠還凝聚某一些 願意關心台灣 願意為台灣發生的人 我想至少有一部分人這樣子 這個大概是我們最高的期待 那至於我們要怎麼樣去防止 譬如說教授被入侵 我覺得這個是整個國家的問題 這個不只是教授 就跟商業也是一樣 經濟也是一樣 任何的可能說文化也是一樣 它必須是整個國家的問題 就整個國家怎麼樣去凝聚共識 然後覺得這個東西對台灣是有害的 是可能會妨礙台灣進步的 我們必須要有這樣的人 來凝聚這樣的共識之後 去做全方面的台灣的整個未來 在各方面發展的思考 所以不能只期待教授不會被入侵 如果你把它認為 它只是眾多行業裡面的一個 那我們不能只單純從教授這個行業來考慮 我們必須要國家 凝聚一個整體的意識 我可能那個才是 能夠真正解決問題的辦法 以上 其實我對這個問題 我們其實大家要反省不只是教授 這個問題 台灣的主題是 到底是不是在每個人腦袋裡面 跟教授這個行業有關 你想想看 大家來檢視一下或想想 綠營裡面 不一定要是民進黨或是台聯盟 綠營裡面 正獨金桶的 主張政治要獨立 經濟要統一的 很多嘛 對不對 他認為這個可以分家的嘛 所以我個人追求 個人在中國的經濟利益 政治上支持台灣獨立 可能嗎 這種人太多了 所以 我覺得大家去 要自己想 不是只有教授 假如只有教授的話 我這樣講完 當然 我個人的經濟利益會有很大的損害 沒關係 但是還是沒有辦法扭轉這個趨勢 所以大家要想想看 自己是不是 正獨金桶 哎呀 商人到中國去有什麼關係 這個就是 哎呀 不要去講這種東西嘛 我覺得這個大家特別要 不要只期待教授 要為台灣社會發聲 假如各位 每一個人都不能 去了解到 經貿沒有自主性 國家主就沒有國家主權 這個 台灣的經貿自主性已經在 嚴重的輪上 迫害之中 還是期待 我這個天天講 當然我也不去中國了 我也不一定要當什麼獨立農事 但有用嗎 我期待各位好好想一想 有多少人是綠營的 還是正獨金桶 有多少我們台灣的國會 議員跟助理 在休會期間是往中國跑的 被中國收買吸收 還不自覺 這個事情天天在發生我們周遭 我們如何要求別人 如何要求一個政府來捍衛 結果你自己做的事情就是違反這個 去調查一下 我覺得這是很嚴肅問題 不是對教授 像台灣教授協會不會被入侵 這個水也沒辦法保證 就跟台灣教授協會主張是要反核 教授協會沒有永和也有 你怎麼能限制他的 在多元社會限制他的 考核他的言論思想 我覺得這是一個嚴肅的問題 這是大家什麼 綠燒 我簡單回應一下 就是 總之我們 我聽了你教授這樣講 我真的非常可怕 其實我本來就知道他很可怕 那什麼提醒呢 第一個就是禁止 但是禁止 可能在 其實在很多國家裡面都有禁止 這個外資 特別對他的這個關鍵產業 臺灣的所有產業都非常關鍵 因為他進來就是全面性的 包括像福帽 小的這麼理髮店 美容業他都要進來了 不要說什麼 什麼關鍵技術產業 所以 所以這個其實我覺得 因為中國是 他還用揮燈對我們 那是敵人 你怎麼可以對敵人 那樣的對待方式 這個東西是非常荒謬的 但是另外有一個比較溫和的東西 就是 公佈所有產業的中資的比例 所有廠商中的比例 事實上包括像各種產品 像食品 各種產品的中資 中國的製程的比例 都是現在要求要公佈的對象 這個東西就是讓大家有一個選擇 然後這個其實是國安問題 國安單位應該是對這個東西 包括像什麼議員 什麼 這個民意代表跟企業 他們在中國的這個活動情況 都應該要有一個 公開的一個 一個 一個辦法 就是 讓大家了解說 誰是怎麼樣 為什麼他會這樣講 因為他廢後有什麼因素 這樣子 或哪個企業做什麼事情 因為他是 就是有多少中資的比例這樣子 另外就是 其實更重要就是 對中國跟中共的了解 其實我覺得 我們整個社會對中國 的了解其實是不夠的 包括這個 不然政界、學界、產業界 我覺得都不夠 有些人就 認為說他到中國進出 可以隨便見到什麼 胡錦濤啊 什麼 甚至這個習近平啊 他就以為 他很了解中國 其實 其實不是那麼一回事的 對中國的了解 不是從那邊可以了解的 那對中國的了解更多 我們要有一個共識 要有一個大家的共同價值觀 其實對中國的了解更多 才能夠建立我們自己的價值觀 所以其實這個是 我覺得我提出這個三個建議 謝謝 來 跟請 老師 請教一下 那個蔡英文有講過 馬英九所做的很多事情 他是概括承受 那2016假如是立營開始執政的話 請問各位教授 對於剛剛講的那麼多的危機 2016以後可不可以好處 謝謝 假如各位認為教授很有影響力的話 假如 那我個人是悲觀的 民進黨候選人 他旁邊的 假如他旁邊的學者 你就知道 他以後會怎麼承受 更重要 我不認為一個政府是概括承受 永遠是概括承受 那你就不要選 這個在民進黨政府裡面 我聽了很多 哎呀 我們不能改 這怪概括承受 那你不改 民眾選你幹嘛 這要大一點做思考 又要用全民的力量來 他要用全民的力量來 要他對各種重要問題 他要表態 不能讓他就上去以後 再來概括承受 說沒辦法 這個我覺得這個 不是台灣的一個 成熟的民主社會應該有的 你看一下 先進的民主國家 其實很多議題要擺台 沒有什麼 尤其國內的問題要表態 沒有什麼模糊的空間 好不好 好 我很簡單回應 如果依照目前兩岸協議的狀況 短時間裡面的 如果基於譬如說 選票的考量 或者是證據的穩定 你選擇有這樣的一個說法 目前看來 在兩岸協議的內容來講 還沒有到非常非常嚴重的地步 但是我可以這樣講 我們大概在選舉之前 或者是如果真的民進黨尋尚 他之前的概括承受 譬如說以EGBA來講 他可能有一個找受清單 那我剛剛講過了 那個找受清單事實上是 第一個 沒有什麼找到期待的 那我們也沒有辦法從那個找受清單 得到太多的好處 但是 你那些過去的也就算了 但我至少可以做的事情是 譬如說服貌和貨貌 或者是自信區 這些可能影響非常大的 這些案子 至少要現在要先停下來 那在這樣的踩煞車的情況之下 可能我們台灣還有一些自主思考 去發展未來的空間 所以我最擔心的是在2016年之前 就有一些東西突然莫名其妙的被通過 那以現在的情況來看 現在來財沙車其實某種程度 還來得及的 但是概括承受絕對不是永久的事情 我覺得那是選舉語言 就像剛剛您老師講的 你執政之後 其實我也不太擔心這個問題 執政之後一年兩年 整個風圍就會改變 那時候要在做什麼樣的政策 其實大概都會有更多的 在國內討論的空間 所以我其實不會太擔心這件事情 我今天請講一句話 我覺得期待他們又不會改變 在於他們對中國的認識 我覺得認識不夠 那這個認識不夠 就大家都認為他認識才對 所以在外交政策 Foreign Policy在美國一個政策裡面 有一篇文章 他的那個文章上面就是 Every thing you think you know about You know about China 你知道所有的中國都是收穫的 所以這個中國的東西 其實是非常不容易了解 從表面上看跟實實看 其實差別非常大 我是覺得說 我期望說這個 蔡英文跟蔡英文的 一些幕僚 對中國能夠更加不了解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關鍵 因為你真的要給你 才會做對的政策 謝謝 我們當然 都希望這個知識得到尊重 我們的聲音也會被聽見 但是 並不取決於我們本身的意願 剛剛林教授講得很好 就是我們必須要建立 台灣的 主體性 每一個人有這個觀念的話 那麼就有自主性 那麼他就很容易理解 進來的中資 到底是好的資本嗎 還是對台灣的經濟是飲鎮止渴 就是喝了毒酒 只是死得快 你加速被經濟統一而已 好 後面那一位先生 我是 我是唯一的 中資 我是台灣陸上服務交流協會的秘書長 然後我是今天是特地來看這活動 我非常認同各位教授的一些看法 那我是非常了解大陸 尤其是柳教授當初講的一些言論 其實事情上是在發生 還有林教授講的現在這些東西 就是已經正在發生的一些情況 但是我們現在就是要怎麼樣圍 我先補充一下 我這邊所得到一些資訊 我們台灣的上市衛工資的所謂的海外營收 如果大家去調 嚴格去調這個資料 尤其在中國的海外營收 如果去調它上市衛工資 它佔的比例是在90%以上 所有的上市衛工資 這對於我們台灣產業 其實是很大、壯大的傷害 那第二個 是因為中資 我們現在看到中資有分兩種 就是我個人服務中資的一個感想 我呼應張欽希、張教授所講 就是說因為有些對於中國大陸的了解 不是那麼了解 有些是合法的中資 但是我們對於非法的中資的管制 是沒有辦法管制的 比如說它是用海外身分 它是用美國身分 它是用其他身分進來 有的是銘木張乃進來 我們可以去做圍籠 去做這個提法 可是對於非法身分的一些管制 因為現在大陸他已經富有了 他很多人他已經去移民了 他可能拿的是加拿大身分進來 他是以外資、以歐資 或是各種資金進來 對於台灣的整個政經 產業的一個傷害 那我們將來怎麼提防 第三個也就是呼應 剛剛林教授講 就是說在大陸 有很多的一些所謂的一些產業區 就像我們之前 我們協會有跟歐商會 在做一些探討 探討是在台灣的所有的投資項目 有一些 因為我是一個年輕人 就像現在所謂的自貿區 自貿區為什麼它的外勞 比例可以占40%以上 為什麼自貿區 將來我們台灣開放自貿區 都要使用外勞 那對於我們台灣本地勞工的 這些收入是在那裡 尤其是在高雄 我去真正實際去考察過 整貿區 為什麼要使用外勞 展板的資金以上 那對於台灣的這個所謂的 產業跟勞工的結構 是有真的提升嗎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就想說像苗栗 當初國民黨政府去開放 去開放所謂的科學園區 一個比中永和人口還少的地方 沒有重點大學的地方 他憑什麼去開一個科學園區 對於這些教授的審核 跟政府的審核 我希望由台灣教授協會 將來對於台灣的年輕人 有未來的出路 因為我也是個年輕人 雖然我服務的是大陸企業 當然也有好也有壞 我也認同各位教授所講 我希望台灣的未來是更美好 這些教授 希望大陸教授來回答我 我只是做一個簡單的回應 中資確實是很難定義 現在是明目張膽開放它進來 我剛剛說了 有超過12億美金 是用中資的民意進口 就是我們的貿易開放 自由化等等 其實很多的中資是 沒辦法規範的 沒辦法定義的 這個危險性就是在於 我們台灣的政府不作為 為什麼台灣政府不作為 那是故意不作為 還有台灣的人民沒有警覺性 不知道那個危害 還不知道危害 假如我們看到很多的台資 譬如說頂星 它算是台資還是中資 還有非常多的企業 它是台資還是中資 我們也看不清楚 所以 長期以來 政府不作為 安全單位不作為 經濟部門不作為 就會造成這種情形 假如我是中資 我跟國民黨一樣 在股票市場投入200億 上衝下襲 台灣股市就完蛋了 你們這些股民 覺得可以賺錢嗎 只要200億台幣 這不是我的本堂 所以還是請經濟學教授 其實剛剛提到的 上次為公司海外的營收 比重很高 其實你只要參考一下 主題總處 行政院主題總處 它的調查報告 我們製造業 台灣的製造業 海外生產的比重 已經高達5成 資訊電子業的比重9成 所以這個反映在他的海外的營收 你就知道 更重要 主題總處從2005年開始 過去 海外 在企業的海外所得 一定要現金匯回台灣 才算台灣的GDP 現在不用 只要說 這一部分的金額 算台灣母公司的生產貢獻 海外所得就可以歸台灣的GDP 所以這種海外營收增加 或海外生產 比重增加 對台灣GDP的貢獻 是有貢獻的 你看台灣GDP的數字 2005年以後 膨脹 膨脹很多 但是 對台灣的勞工有沒有好處 更慘 因為看得到數字 馬英九天天說 我們的GDP成長 4%、5% 但是 勞工 往往看到自己 拿回來薪水沒有增加 2005年 GDP成長更快 但是 他的薪資所得成長變慢 第二個 我們台灣國內勞工的薪資所得 很難成長 不要說至今虛用40%的外勞 我們現在用的外勞比重 依賴外勞 太厲害了 政府有沒有限制 沒有啊 前天講的就降低成本 前天就是幫財團講話 這個是什麼樣的政府 這不只是統的 而且是 傾向財團的右派政府 有些數據 大家要知道 這個事情 就是過去 我們對 大家都知道現在中國是我們對最大的出口國 現在 大家知道我們最大的進口國是哪一國 也是中國 現在中國已經超越日本 現在是台灣最大的進口國 如果只是從這個數字來看也就算了 我們會從這裡面看到一些端倪 我們過去 台灣大概對中國出口最多的是電子零組件 過去台灣從中國的進口沒有電子零組件 但是現在從中國進口的電子零組件的比重越來越高 就代表什麼 以前是我們有生產優勢的產品 現在變成對岸有優勢 甚至賣過來了 OK 好 那台灣的產業結構呢 很簡單 台灣電子零組件 ICD產業佔的比重非常非常高 而且ICD產業絕大部分都在電子零組件 在中上游 我們進來很少下游 所以我們整個經濟的重心 整個產業結構的中心 其實就在電子零組件的上游 好 我們就這樣想 當台灣的這些電子零組件 這麼龐大的上游產業在那裡的時候 你面對中國電子零組件的 這個賣進來的進口 你該怎麼辦 好 我們現在最簡單的思維就是 必須再降低成本 你如果成本不再降 你就沒有辦法去因應對岸的競爭 就是因為這樣的思維 所以剛剛林老師講的 當你不斷地想要cost down的時候 那你就 就越來越依賴外勞 沒有外勞 他們進去就會垮 好 但是我覺得這個思維 必須要改變 好 我覺得他們必須要陣痛 所以陣痛就是 你這個是一個 不知一於釜底的惡性循環 你要cost down是永遠沒有止境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麻煩的事情 我們如果不能 政府的目標應該是 你要想辦法怎麼樣讓資源去做更好的分配 你不應該再跟人家殺了死去 國內的產業不斷地加碼補貼 那個只是會讓台灣更限於永遠追求cost down的這種結果 我舉一個非常嚴重的例子 前陣子聽一個台積電的律師講 他說最近這幾年台灣不太談 申請專利這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現在台灣的企業 連申請專利的錢都要省下來 cost down到這個地步 OK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被整個 跟中國連結以後 整個台灣的思維 就是不斷地被這種比成本低的方式在帶著走 偏偏我們成本又比不過對方 所以只好不斷地壓成本 那不斷壓成本這件事情 你沒有辦法不依賴外勞 那你拼命壓成本這件事情 就是使得我剛剛講的 我們的技術沒有辦法升級 一個最重要的關鍵 OK 所以如果這個東西 我們不能有一些改型更張 有一些忍受陣痛的決定的話 這個情況只會越來越嚴重 第一 新的情況因為沒有辦法改善 產業要升級是圓木求魚 所以政府現在是不斷地在加碼 惡化現在的狀況 而不是改變現在的狀況 好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一些思維上的轉變 因為台灣是經濟思維非常麻煩 第三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最後一個問題 那請監導 劉士堅在環保聯盟後向 我的外行 政府在談GDP都說 我們4% 3% 我們如果用 台灣跟中國這樣的關係 那剛剛所說很多的投資 包括很多我們的企業 投資人在那邊經濟 但說真的 到底是我們算台商還是中國那邊的人 我不知道如果GDP的統計來講 我們如果把他們當作是台灣人 可能是現在的做法 那很多的GDP的投資經營的稅金利潤 我們都算台灣人 事實上是沒有 事實上是變成我是覺得是虛的 但如果用比較公正的或是國際常態的一個觀點 甚至比較嚴格的一個觀點 那這個GDP會是多少 其實這個GDP的算法 它其實最不合理就是海外生產 比重 海外生產所創造的所得 歸為台灣母公司 這是全球化的現象 到底有多少我也不知道 我只能跟你講 因為有一篇報告 你可以參考陳柏志教授在2008年 自由時報的刑取專領應該有一篇訪問 因為這個難估計在哪裡 現在改成全責制以後 到底多少實際是母公司貢獻的 不知道 這定義上沒有問題 只是你在認定上有這個誇張的可能 今天因為時分的關係 謝謝大家的參與 那麼希望大家也能夠重視 這個中資入台以後可能造成的威脅 大家能夠建立自己主體國家的觀念 這樣才能夠 至少這是一個防線 謝謝大家參與 謝謝三位教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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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